真的 人生是一條不歸路 人生是一去就不再還原的路 人生最怕的就是沒把握 走到末朗說 我走錯了 這時候將是何等可時 所以我們就願意在這時候 再來校正我們的航線 再來講一篇基督徒正確的人生觀 但這個要講不是三五句話 三五篇信息講得近的 但今天我們只能很鳥看似的 我們事實上只能稍微點一下 我開頭開這個頭開得夠大 所以事實上講這個點的時候 不一定來得及講得透了 不過我要說的是 基督徒正確的人生觀從哪裡來看 從舊約這本書 我說過了舊約是預表書 這個預表 而新約是實際 而舊約我簡單地說 舊約有幾卷呢 三十九卷 新約有幾卷呢 二十七 很好記 三十九二十七 不是管他三十七二十一 是管他三十九二十七 很好記 舊約三十九卷 新約呢 二十七卷 好 舊約三十九卷很妙 他剛好啊 他剛好啊 前面十七卷叫做歷史書 後面十七卷叫做 深言者書 我們舊翻譯叫做先知書 就是啟示先知 都對 但是呢 深言者更寬廣 更完滿 簡單地說 好 舊約有幾卷 三十九卷 前面十七卷歷史 後面十七卷 深言者 或者先知書 那中間還有幾卷呢 五卷 叫做詩歌書 很特別哦 所以啊 我們前面就有一個發表很好 他說這就像我們進到麥當勞 這個漢堡店去 這個漢堡店 哇 一個超級大漢堡 前面有十七卷 後面有十七卷 兩塊大麵包夾在來 中間夾了一塊怎麼樣 牛肉餅 超級牛肉餡餅 那你知道 你享受這塊大漢堡 兩邊十七卷 夾著一塊叫做 牛肉餅 這就是聖經舊約的基本結構 當然啊 舊約的前面的十七卷 要認識 要花工夫 後面預言書 剛剛說的 預言將來的書 大部分都在那裡說到 那前面也有 那中間這一段呢 叫做什麼 叫做 詩歌 歷史 加上聲言者 或者先知書 中間夾了一塊詩歌 那說到詩歌啊 我想 一說到詩歌 我們都覺得 很羅曼提克 一說到詩歌 哦 經典文字 說到詩歌呢 俊勇的文字啊 可以傳唱千年 對 詩歌就是有感而發的 而且你們在這裡啊 應該認識 我們啊 這個金正俞兄啊 在我看 他也是快手筆的詩人 他說詩歌不錯 他追他的姊妹啊 也寫一首詩 我背兩個字給我去抱歉 我還是背不起來 但他都寫好的 記起來了 我寫的真好 那麼他啊 尤其這一次 我見識他 我認識他 也四十年了 那這次我們一起去以色列 十二天啊 經過了城市無數 我已經去七次了哦 一首詩也沒寫出來 他只給我們去一次哦 每一個城 每一站 都寫一首詩 到末老回來 我們就寫了一個合輯 他幫我們整理 其中都有他的詩的痕跡 哇 果然啊 一首詩 一幅畫勝過千言萬語 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 所有當地的畫面呢 都在詩中 永遠被我們記錄下來 你看詩歌多好 但詩歌 不是誰都可以寫啊 為什麼 因為詩歌是語言的萃取 語言的精華 是啊 the cream of a language 對不對呢 語言的這個cream 就是最營養的地方在那裡 所以寫詩是我們羨慕的 好 聖經竟然有古卷書 叫做詩歌書 用詩的題材 那我們都知道 詩就是有感而發就是詩 我知道 所有戀愛中的人很會寫詩 所以失戀的人更會寫詩 寫得更震撼人 斷腸詩 對不對 斷腸詩 為什麼呢 經歷的越深刻啊 寫起來越感人嘛 詩歌啊 悲劇啊 常常都是啊 悲傷人生的寫照等等 我就不要多說 好 所以啊 詩歌就是經歷的發表 好 有感而發 我很少寫出這麼有感的語言 那我的太太啊 感謝主 我跟她結婚啊 也是很奇妙 很甜美的故事 但是呢 結婚之後呢 就有時候視為當然 take it for granted 不懂得常常說感恩的話 有一天我突然間覺得很虧欠 我就啊 這個去什麼 文師全有 突然間你感覺 他那時候在美國照顧三個小孩 我在台灣忙碌著 我突然就覺得 哎呀 應該寫幾句 那時候就有感啊 有經歷啊 馬上就寫 我看那個也不叫詩了 但是簡簡短短 十分鐘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啊 我就想 用當時還是fax的時代 我想fax 再一看 哎呦 太弱麻了 不敢fax 你知道嗎 稠熟了一下 後來我再看 我說這真心話 再肉麻也要寄啊 所以呢 我就不要蠢蠢 再不寄就後悔 寄雖然也後悔 不寄就後悔 趕快看 就再過去 哎呀 後來我才發現 發現 我這麼一寄啊 那邊就 在加州就發生了 七級大病症 是他個人的 心靈七級大病症 他看了戲以後啊 連哭幾小時 後來啊 又連哭好幾天 後來這一東西 一直在他的包包裡啊 好幾年 現在我知道 他所在某一個地方 你看 哎 我難得啊 我不像張忠仁 你又寫那麼多 他說我也寫過那麼一首 後來呢 我過兩個月 誒 念一篇這麼威力那麼好啊 再寫一篇吧 就寫了fax 他去 他就給我回一句話說 這改密沒有上一次那麼久 好了 我要說的是 兄姊妹 這裡有一卷 有五卷書 叫詩歌書 詩歌書啊 就是我們跟神之間啊 精力的萃取 精力的create 精力的精華 好啊 幫我們留下來 好 那麼好 那 這個時間呢 我們是不能應付 這麼豐富的內容的 簡單的說 詩歌書有幾卷 五卷 哪五卷呢 第一卷叫做 他的詩的題材 約伯記 第二卷呢 詩篇 第三卷呢 真言 第四卷呢 傳道書 第五呢 雅歌 當然還有一些 閃在各地 再加上啊 耶利姆哀歌 也算是 但他沒有放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不把它放 這五卷 有次序的放在一起 有他各地的意思 我們簡稱叫做 博詩真傳歌 一起說一遍 博詩真傳歌 約伯記 詩篇 真言 傳道書 加上 雅歌 或者歌 都是做的歌 簡單的說 不要忘了 這五卷詩歌書 就是整個舊約的漢堡的 怎麼樣 肉餅 那個大肉 大塊的營養肉餅 對不對呢 你就知道裡面有多少功夫呢 簡單的說 詩歌 這五卷詩歌 第一卷叫約伯記 是 對不起啊 熟悉 或者知道約伯記的舉手一下 好 那麼我知道初心的一定不熟他 初心的不熟他 一定讀他會被嚇到 就是他 約伯記的人生經歷 就是一個字啊 叫 慘 很慘 為什麼那麼慘 而且啊 他被神形容的之好 他是正派的人 他是怎麼樣 敬畏神的人 遠離惡事的人 正直的人 對不對呢 這麼好的人 卻很慘 好了 為什麼慘 因為慘的背後 有一位忌妒的人 忌妒者 搞他搞得很慘 那個忌妒的 就是宇宙中 這位獨一真神的對頭 叫做 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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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他取個綽號 就是撒謊的壞蛋 撒旦呢 他看不出 看不過人的好 他看到你那麼好 他就不高興 他就要破壞你 那麼 我就沒有辦法細講 真本身心講這些故事 而神卻以我們的好 為祂的喜樂 你看 撒旦 撒旦 我這個 我這個 又不不臭吧 又正直又怎樣 撒旦就跟主 你對他太好了啦 給他又吃香又喝辣 兒女成群辣 太好 所以他當然好 如果你讓他受一點苦 你看他還要不要你 這位神啊 其實你要知道 這是很難懂的一本書 神心中是另有打算 神並沒有虐待狂 對不對 你以為他受不少 你虐待他 神不是這個意思 神心中有一個更高的盼望 這個盼望 要講又要費中招了 簡單的說 神就是不希望 約伯只是個好人 對 神不希望約伯只是個善人 對 所以很多人說 我們基督徒宗教 你勸人為善 這只對一半 我們基督徒沒有勸人為惡 但是呢 有沒有勸人為善 有 有 但是還提醒你 你做不出來的 為事 逆智為善 由得你 只是游出來 很清楚 游不得你 所以簡單的說 約伯啊 他是個善人 神都公認 神都公開宣告 善人 公義的人 好人 但是呢 神心裡說 這樣我不滿足啊 對 你要知道喔 神說我要祂成為神人 成為基督人 成為生命人 成為更高層次的金人 金人什麼意思 金子在裡面的人 你發現金就是神的生命的欲料 神有更高目的 好 所以好吧 你要怎麼對祂 反正撒旦就給祂 很多的災難 這個災難慘不忍睹 讀了就快要被絆倒 對不對啊 你覺得真是那麼可憐 愛族信族還這樣被虐待 但是神啊 忍痛 神知道 為了做一個目的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徒喜歡有一句話叫做 人的盡頭 是神的盡頭 人啊 有時候常常啊 有時候人 一平順的時候 都把神忘了 對不對啊 但是人盡頭 哇 這PHD怎麼搞不出來啊 這個當機 機器老師當機啊 這時候盡頭了 哎呀爸爸離太遠 媽媽也幫不上 這時候神啊 到底有沒有你啊 有你就幫幫忙吧 哦主啊 一擋啊 通了 我們有一位博士弟兄就是這樣 你最有名的就是 到底有沒有神的作者啊 耶穌神的兒子嗎 張玉蘭弟兄 他是化學博士 那早期的 現在在一百歲多歲了 他在德國讀化學的 結果呢 他就是科學萬能 根本不信主 不信福音 有人讀聖經 吃彈祷告 他還棚到面前 咿咿咽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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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 當 thoughsen給她祷告 你知道嗎 最近是故意這樣挑釁啊 好像對神不敬 诶有一天啊 竟然就在做化学实验的时候 啪 一个爆炸 眼睛下掉 两个人一下掉 人得紧 都说 哎呀 怎么办 要求中国神 中国神在中国 太远了 还要搭飞机过来 来不及拯救他了 他说 神啊 哎呀 听说你是造物的主 那你能创造 你也能修理吧 那我就求你修理一下 过来 修理 一个眼睛好了 另外一个眼睛不行 我认识他很久 后来用这个眼睛拿了博士 但人啊 常常就是三担富士的 一修理好了 马上说 嗯 德国的音学昌明 跟神无关 所以他又赖皮了 因为赖皮 神又再一次 又来一个镜头 再一个起头 两三下以后 他说 神啊 我服了 现在啊 你如果让我这次好 我以后专门写三本书 解决我自己问题的 也解决别人的问题 一个就是 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吗 一个是 到底有没有神 一个就是 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有这三本书的举手 好 请你们各买一本书送给朋友的 那是最便宜的书 真的 哎 我倒是喜欢 你要知道 他就 那本书是我们书房啊 最畅销 而且复制的这种单一版本最多的 已经几百百了 几百百 不得了多少年 知识请你 好 我不要多说 所以啊 很多人都是喜欢讲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但是我喜欢加一句 不要那么惨嘛 不要等到尽头才让神起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你就啊 乖乖的 神啊 我虽然不认识你 听说你是真的 主啊 若是这样 我要追求您 那我们神就保守我们 好 那我要说的是约伯 约伯呢 简单的说 经过很多环境 不要忘了 龙总说啊 神只有一个目的 撒旦的目的是考验 用很多坏事啊 让他弃绝神 让神丢脸 神说你试试看 哇 他这个年番招货 他越讲啊 越叫人感动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他 他说我从神得福 难道我不能从神受货吗 后来啊 连身上都挡仓啊 从头上到脚底啊 都刮刮刀 刮刀仓啊 还有瓦片在刮 才能指养啊 连他太太都过不去了 因为全身都有臭味 太太说哎哟 你为什么还活着啊 你刚才气绝又啊 死掉算了嘛 他就这样对待你 还俗落他 他说无知的妇女啊 我从神得福 难道我不能从神受货吗 哇 这真是汉子 但是他还是不懂 他虽然一面说啊 我不改变我的信仰 但另一面 好多好朋友就来安慰他啦 来劝勉他的 都是来啊 说你看你一定是 什么 赛有三报 二有二报 不是不报 十欧未到 你看十欧到了 你再报啊 你今天一定很坏 他就冤枉我不坏耶 他说你也知弟子啊 你都搞错了 他就一直辩解一直辩解 简单的说我没有时间讲啊 到末了圣经最令 记得这个约伯记是很难读的一卷书 最终就理会了 原来从前都是听说这位神 现在从前风闻有神 现在我亲眼 我看见神 我亲自体验神啊 一得着神的时候就发觉 神的目的是让我能够真正经历他 真正得着他 也就是真正不过好人的生活 好人 善人都不够 神要我们做神人生命的人 阿们吧 我传国音常说 就像灯泡 灯泡啊 这个漏脏了 满了蜘蛛啊 这样的灯泡好不好啊 不好 对不对啊 不对 还要丢到屋里里面去 中灯泡 脏死了 这个不对 但是把灯泡拿上来 洗干净打了蜡 哇 发亮 变亮的 好不好 好 对不对 对 够不够 不够 为什么呢 灯泡被照不是弄脏 灯泡被照也不光是弄干净 灯泡被照要什么呀 要插电 充满电 彰显电的荣光 一样 今天我们备照 神的目的 在约伯身上的目的 就是让他有神的生命 彰显神的荣耀 好了 这就是啊 让他过去 好 那这个约整卷五卷诗歌书 约伯纪就给你看见 人生真正的意义 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得到神 而啊 就把你推到一个学校 叫做祷告的学校 这叫做诗篇 诗篇你没有看见 哇 你们光喊哦神呐哦祖啊就百次以上 然后呢在各种环境顺境密境他都化作祷告 得胜失败也在祷告 这就是怎么样 就是各万事互相效力啊 叫我一个爱神的人 得益处 祷告的人 所以诗篇就是祷告的 祷告在至圣所里 那祷告的结果呢 不要忘了 我们寻找就行建 叩门就给我们开门 我们呼求主名是最简单的祷告 那神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 是丰富的 我们祷告 哎呀 祷告错 主还给对 这个对就是圣灵 对就是他自己 祷告完之后 主自己就注入贯注到我们里面 这就是诗篇里面 借着约伯 我们呢产生祷告的需要 当然亲近神的需要 就进入诗篇 各种环境顺境密境都可以祷告 也就是一无挂虑 凡事祷告 将我们忧虑献给神 这是诗篇 那诗篇祷告的结果呢 哇就遇见神了 就认识神了 就得着神了 那诗篇接着是什么 真言 因为认识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宗民 我前天传的福音 记得吧 比尔盖茨的故事 你来连结一下就知道 真正认识神 才是智慧的开端 感谢主啊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是真言 真言就叫我们得着知识 得着智慧 敬畏耶和华 智慧的开端 而这个智慧呢 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特别是表现在言语方面 对不对 所以真言讲很多啊 多言多语必然有错 保守嘴唇是有智慧的 往来传说 挑起争端 威达温柔 使怒消退 这个话带着言调和 就像温良的蛇 是生命树 关于我的嘴 使人心碎 圣经里啊 说到言语是个大事 人言语若完全 他就是个完全人 这是真言 什么意思 你就是要 因着认识神 接近神 而得着神 做智慧 这个智慧 就知道在民间如何出入 在民间如何与人接触 所以啊 前面就说过 有人说 他说 有人呢 只读诗篇 不读真言 话叫做很有神性 没有人性 有的人只读真言 没有诗篇 只有人的 很小心的语言 没有神的 有丰富的传说 这都是诗痕的现象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抓好 所以呢 约伯记 让我们看见 哇 人生有各种苦难 为了让我转向神 躲到制圣所 然后祷告 在各种环境里 都可以化作祷告 应当义无挂虑 凡世界的祷告 祈求 带着感谢 将我们所要的高属神 然后呢 祷告的结果 我们就认识神 经历神 而都有智慧 这个智慧 让我们有洞察力 有观察力 能够知道 如何认识神 也和人接触 而这时候呢 就看见这个洞察力 看见日光之下 叫做传道书 日光之下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多有钱财 多虚空 多有学问 住书多 没有穷尽 读书多 令人疲倦 一路都是虚空 这个是传道书 告诉我们的 但如果只留到这里 那你我都要去做和尚 对不对啊 四大皆空嘛 看穿人生 感谢主 没有留在这里 神的启示是完整的 接下去让我们看见 日光之下的虚空 但是还有一个叫做 日光之上的 在基督里 在日光之下 叫空中之空 虚空的虚空 而日光之上 叫做什么 歌中的歌 这歌中最美的歌 这就是 Song of Sons 就是雅歌 我们中文翻译 雅歌 原文事实上 就是歌中的歌 这样是领会了吧 那事实上领会了 这才把要点说了 而真正的丰富 是在钢料里 那问题是 我们时间已经 瞧如折磨了吧 我们把重点读一读 好不好 来 请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 第一大典说什么 圣经中的五卷诗歌书 第一大典说到 圣经启示 神永远的经论 旧约是神经论的预表预言 而新约呢 是一切预表预言的 实话印言 原谅我这样说 就是我们这个信息 在这里 因着时间的关系 不如讲得透 尤其我知道 有一些人 我需要铺个底 所以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而这个信息呢 都在YouTube上都有 所以呢 我们到后面几篇 我已经告诉大家 连接一下 就可以听更完整版 你会听得更领晦 但我想今天 我们是打了一点根基了 来 第二大典说什么 旧约的三大段 第一大段历史书 从创世纪到以斯拉十七卷 第三大段 就是生年者书 从以赛亚到马拉基十七卷 好中间来读一下 第二小点说什么 诗歌书 约国纪到雅各 共同五卷 只要到这起 在各种生活遭遇中 完整属灵经历的五个段落 他们诗歌书的人才 跟诗歌丰富满 轴细地发表出来 约国纪 是属灵经历开始 诗篇真言传道书 是过程 到了雅各达到成熟的阶段 所以诗歌不是抽象 功诵不切实际的 乃是心灵感动的发表 好我想这些我们领会 我喜欢第三终点 来第三终点 我们仔细读一下 他说什么呢 五卷诗歌书的顺序 也显得一个圣灵朝月 且甘甜的安排 这一段你传播一下 就能够领会 刚刚所说明的了 第四终点更进一步 我更喜欢了 讲得更直接了 来 我们弟兄们读约伯纪 来 约伯纪是带我们进入神的学校 在那里经过各种试炼 对付和教育 而认识神 诗篇姊妹读 来 是愿意带我们进入世神的学校 借着祷告认罪 忧伤认为 清土交托 求问 谈息 赞美 歌唱 与神交通 寻求 接触 经历 并得着神 你看没有 我们诗篇就是告诉我们各种环境 都可以化作祷告 都可以凡事告诉他 真言呢 请我们弟兄 真言是人 借着接触神 得着神 做人的智慧 彰显于生活 形式是为人中 因着这种智慧 可以有洞察力 看见 我们所认识的地方之下 虚空的虚空 而起来追求 雅各 与日光之上的 歌中 歌 第五 就请我姊妹们 给他读一下 慢慢揣摩 里面太丰富了 那第二大典 我来稍微读一下 他说第二大典就说约伯记了 约伯记强调神对付 剥夺他的圣名 甚至于使他们受苦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为叫我们转向他 寻求他 并得着他 以成就他的经纶 并强调神要人单单纯纯的 寻求并得着他 以神自己做人的完全 而不是建立人自己的完全与正直 换句话说 不是建立一个好人 对的人而已 神要我们有神的性情在里面 不要忘了就像灯泡 对不对 不要做脏灯泡 罪人 过街老鼠人人人喊打 但是 善人呢 好 对 就是做人的本分 就好像灯泡弄脏的不对 弄干净的对不对 对 好不好 好 打辣更好 但是呢 不够 真正灯就是要充满电 彰显电的荣光啊 那么所以呢 约伯记底下的这些内容啊 请大家自己读了 我们就来看看 第二大点 就第三大点讲第二点 诗篇 诗篇讲什么 一起读 诗篇强调人 一切的祷告 赞美并歌唱 向神敞开 寻求神并接触神 好让道是神贵 神的与自己 更多强调进人与别 任何一句祷告 都不会浪费 任何一次的呼求主灵 都会让我们增加 对主的分子 主对我们的分次 好 就这样 第四呢 读一下 真言强调人 借着接触神 从神的作识会 并强调智慧的话 教教教人 如何在生活中 行使为能 并如何建立他们的性格 这个性格 在圣经里称作 合乎主用的性格 底下这一段 就是刚刚我提了 一终点读一下就可以 第一终点 一起读 诗篇是我们建的祷告 活在神面前 是上者神的 真言是凭做神的主智慧 如何活在人中间 如何做人 我们常说 有的弟兄 是读过时天 没有读过真言 因为他们会祷告 不会做事 不会与神交通 不会与人来往 所以我们的经历 必须 这一点我们能够 女神是亲近的 与人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神的爱贯注到我们里面 我们就爱每一个人 我们就会有那个爱的热情了 那第四终点说什么呢 说到这个真言主要有四大目标要做 第一是什么呀 要尊重神 叫人敬畏神 第二呢 要智慧得着基督做智慧 第三呢 孝敬父母 因为父母是我们的源头 就好像神是人类的源头一样 第四尊重婚姻 因为婚姻就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 神与人的罗曼史的内涵的预表 好 我这里只能跳着说 第五大典来到传道书 说什么 强调人 借着从神所得的智慧 看见日光之下 落落离开神的人 身乃是虚空的女神 当我们真正认识前面的时候 来观察所有地上 任何成功的顶尖人 你都会替他有一个叹息 替他有个惋惜 说他所有的都带不走 所有的都要过去 只有在足里的劳苦 不是突然的 我们在地上也可以劳苦 也有成功 但我们成功 要连于这永远的计划 才有永远的价值 所以基督徒学来讲一句话 活在当下连于永恒 就在这里 好 我们就让他过去了 好不好 这里实在宝贝道 实在舍不得让他走 但是时间已经不许可了 来 请我们来读一下 第四重点 真言的第四重点 所以真正得到最高的智慧就是来寻找神 第六点就把几个宝贝的经节放在那里 传道书主要刻画出地上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 用了二十九次日光之下 用了三十七次虚空 第二小点说 万事令人厌烦 人不能说尽 眼看 看不保 听 听不住 这里要传福音可以发挥 迈克戈克森啊 雷尼桑尔 无论所有明星都可以拿进来 让我们没有满足 第三小点说什么 我喜欢这一段话 满了一把 得想满尽 强如满了两把 劳碌五风 地上最多满了两把 但是呢 劳碌五风 还是虚空 所以第四最重要的结论 说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 尚未来到 当纪念赵母的主 我们要纪念主 因为将来还要见主 好 第六大典 做结束就好了 第六大典 雅各强调 基督是人生的歌中的歌 胆族中的胆族 与日光之下 凡事都是虚空相对 也强调各别的信徒 与基督爱的交通 幸福和敬意 原谅我实在是巧妇难为 时间不够之吹 这么多的量 的确讲过 但是你抓住这个精神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圣经所启示 旧约中的 正确基督人生观的 五首诗歌 第一首诗歌 诗歌书 约我记 看见在地上 我们有苦难 那这苦难 不要喊倒霉 基督徒绝对不喊倒霉 基督只喊 耶稣是主 万事互相效力 这个很多可以学习的 然后就化作祷告 一化作祷告 马上就得出神至极 做我们的智慧 就能够观察 洞察 在人之间的事情 日光之下 都是虚空 而且来 追求 这位内侍的基督 这样我们的人生 就有一个非常健康 喜乐而满足的循环 任何环境 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机会 吹逼我们 来到神面前 应当一无挂虑 大家去读 去听 基础照 就第五十七篇 那是我最爱之仪啊 叫做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祷告 大部分基督都说 一无祷告 凡事挂虑 一边祷告 一边挂虑 祷告 仅供参考 这都达到神给我们的福乐人生 太遥远了 因为我们都学会 一无挂虑 凡事祷告 进入了歌中之歌的人生 进入了五首诗歌诗作语 里面的秘诀 让我们享受 真正正确的人生 阿们 谢谢主 非常好